现在由于时代的发展 很多人都会因为物质上的原因 而去背叛自己的婚姻 当他们在离婚的时候 会选择二婚 一个二婚女人还带着个孩子 竟然还有脸向我提出这么多的要求 真不知道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自信 也不撒趴尿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由于我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很差 所以当我毕业的时候 就开始四处找工作 因为我的父母年纪都非常大了 我不能再让他们替我操心了 所以我选择了下学后 就去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我原本以为凭借着自己是个大学生 应该对于找工作这件事情不难 可是现如今这个社会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到处都是 根本就不稀奇 于是我每天都拼命地找工作 就想能够早日赚钱 替我父母分担一些压力 由于我每天勤奋努力 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一家小餐馆 虽然每天都很累 但是老板人很好 而且给我的工资也高 每个月差不多六千多块钱 由于我的父母都已经老了 根本就不能够劳动了 所以每次都会把我的工资寄回去一大半 给他们当做生活费和医药费用 剩下的留给我自己交房租 买一点生活的用品也就存不到钱了 可是因为我自己的年纪也不小了 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 但是我家的条件不富裕 所以很难会有女人跟我 我父母因为我的事情都丑死了 他们因为太着急 希望能够见到大胖孙子 于是就托我们装上的媒婆 给我们介绍对象 就是我们常说的相亲 但是条件好的女人不愿意跟我 条件差的我又看不上 媒婆一听很不高兴 就对我父母说 你让你儿子自己去找对象吧 你儿子是个大学生 我们介绍的姑娘都高攀不起 你儿子这尊大佛 我听了之后也很不开心 我堂堂一个大学生 还怕找不到女人嘛 但是没过多久 我的父母又让媒婆给我介绍对象 这次媒婆竟然真的给我领来了一个姑娘 可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 这个女人竟然是离了婚 而且还带着一个孩子 我肯定死都不愿意的 毕竟我还是个处男 可是我的父母不停地劝我 我看着年半的父母 没办法就和他在一起了 当然虽然他是二婚 我也会和他举办婚礼的 可没想到的是 当我和他提出结婚的时候 他竟然要求我一定要在县城里买一栋大房子 而且还要有车有存款 否则就不跟我结婚 我一听觉得这个女人原来还留了一手 我就对他说道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姿色 还好意思和我提要求 真不知道害少 怪不得你的前任老公会和你离婚 像你这种女人 我才不稀罕呢 要走就走 我不会挽留你 一个二婚女人还带着一个脱油瓶 竟然还好意思谈条件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我这辈子就算打光棍 也不会选择和你这种女人过日子的 赶紧走 立刻马上消失在我眼前 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 行人 いている人 你奖 女人 来看看 离婚